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百姓生活可好 百姓愚昧无知 贪图好利 请菩萨慈悲庇佑他们脱离苦海 他们一时糊涂而已 我会帮助他们改过向善的 你们好好看守 遵命有十字 观音菩萨乘着祥云来到中州的泰式山 当天夜里他托梦给当地百姓 说明天观音菩萨要经过此地 点画有缘人解救百姓的苦难 第二天 百姓纷纷谈起了昨夜的梦 发现大家做的尽是同一个梦 众人满怀希望等待观音菩萨的到来 你也做了同样的梦吗 我也梦到了观音菩萨 到底谁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呢 好心人 给一点吃的吧 现在是汉仔 有粮食都不会给你 行行好 给一点吃的吧 怎么又是个要饭呢 没有 原来观音菩萨化身为一个穷苦的老妇人 一路乞讨 当时中州正值大汉 庄稼都枯萎了 观音菩萨乞讨了很多家 都没有要到一点吃的 哎 百姓毫无慈悲之性 难怪神佛怪罪 天在降临 难道这老夫人就是观世仪菩萨 老婆婆 您是说因为这里的人不肯一心向善 才遭到这样的天灾吧 上天之心是最仁慈的 只要人们诚心悔过 上天是会看见的 多谢观音菩萨点化 让菩萨大发慈悲 广施法力降下甘霖 刘世仙把遇见观音菩萨之事四处转告 大家听说乞讨的老夫人就是菩萨 都半信半疑 竟然有这种怪事 菩萨显身 为什么只有你看到 就是那个讨饭的婆婆 啊 她就是菩萨呀 感恩观世音菩萨 给我们悔过自信的机会 我们以后一定乐善好施 互相帮助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是解救百姓疾苦的好菩萨啊 多谢观世音菩萨 我们一定广师恩德 慈悲向上 四号中州的百姓 信奉佛法 广师恩德 老伯伯 让我来帮你背木柴吧 谢谢你啊 年轻人 刘世贤在太世山上建了一座庙 那中供奉手捧杨柳敬平的观音菩萨像 至此观音菩萨的显化被称为杨柳观音